朋友说热水比较小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流量是怎样 这边热水打开 感觉像 等一下我们来换一双大火器的 看看等一下会不会比较大一点 哈喽各位好朋友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自己压制水管 那这一条的话是我之前老家装修剩下来的料 那我要把这个裁成一段 然后来装热水器 它这个的孔径很大 装在恒温热水器里面 它的流量可以变得比较大 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来改装 改装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一个是六分的 四分的 那我们这个管子是四分的管 所以我们需要的这一组工具 它这组工具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先把我们四分的罗帽 装进来里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盾 这个盾的话可以卡住这个 这个凹槽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放进去之后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这个这边会撞击 撞击把它撞扁 用铁锤敲把它撞扁 这个工具还蛮好玩的 OK 那我们先来裁这个 我大概裁一尺左右 好 我们来做两支 先套好罗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进来 然后我们这样子盖起来 盖起来手抓好 手抓好之后呢 敲 看到没 整个变平了 有没有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已经平掉了 平掉之后我们再用我们的那个 All-in套上去的话就可以用了 就这样子 有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 很简单吧 今天我们要把这两个管子 它是管径比较小 把它改成大孔径的不锈钢管 那看看我们下面的水流量会不会变大 OK 这个是我们装的暖管 那我们量量看它管内的内径是多少 游标卡尺 看一下 7.2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自制的 12.9 mini 差好多快两倍了 它的管径比它的管径大快两倍 水流的量一定大很多 这边里面还会残留的一个水 那我们下面的热水管把它打开 让里面的水给它流光 等一下这边还不会湿湿的 先把两个三角反而给它锁紧 之后再把它打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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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装好咯 来下去看水量 现在来试试看它的水量 有影響變大 大概大三分之一左右的水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